下面来关注一下科比布莱恩特在篮球场上的签名被拍卖的新闻 科比布莱恩特在斯泰普斯中心的最后一场比赛中 在篮球场上签名留念的部分将被拍卖 预计成交额将达到50万美元或者更多 遗产拍卖公司直接销售和继售副总裁丹海默表示 这真的是我们拥有的最独特最鼓舞人心的作品 这是2016年4月13日科比在斯泰普斯中心的最后一场NBA比赛的原始部分 这即使不是体育史上最伟大的告别演出也是其中之一 胡仁队为科比的最后一场比赛设置了两个特殊的场地 一个是24号另一个是8号 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穿过的两个号码 海默说在最后一片五彩纸屑落下之后 科比在离开职业球场前的最后一场表演 就是在数字8的中间加上了一个大大的签名 他说道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大的科比亲笔签名之一 他大约有一尺半长 卖家将把销售收入的10%捐给曼巴和曼巴基塔体育基金会 虽然这次拍卖的名称是迈克尔乔丹和篮球偶像 但是科比的物品是其中最重要的 375件拍品中还包括乔丹的球衣和他在比赛中穿的运动鞋 海默说我们有一对很棒的乔丹组合用的是乔丹一号 你知道就是标志性的红白黑版本 任何时候像这样一双合法的比赛用新秀鞋在市场上出现 这是一件大事 这是很多收藏家最想要的东西 我们在这次拍卖会上会有一对非常棒的拍档 包括勒布朗詹姆斯 詹姆斯安特特奥昆博和卢卡东契奇在内的NBA球星的物品 也会在网上拍卖 拍卖将持续到10月3日